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圆圆啊,今年36岁 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大学老师 早在2018年,圆圆其实就联系了我们 说她想投稿讲一讲她和妈妈之间的一段故事 我们看了她的投稿当时非常兴奋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好故事 但是圆圆当时还是有些忧虑 她虽然很想讲出来,但也很担心妈妈听到这期节目 因为圆圆妈妈是故事FM的忠实听众 这期节目很可能会被她听到 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 我说我第一次这么期待一个忠实听众赶紧取关故事FM 总而言之吧,没关系 因为我们耐心特别好 尤其是这么好的故事,我们愿意等 就这样,我们等了将近两年半 终于在前不久,圆圆突然联系我说 她准备好来讲这个故事了 因为妈妈刚换了新手机 还没琢磨明白怎么用 而且因为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嘛 她害怕妈妈难过 所以跟妈妈聊得特别多 渐渐地她发现妈妈其实比她想象的坚强 圆圆觉得也许是时候面对和改进 跟妈妈之间的相处方式了 我们生活在内蒙古一个很小但是很美的地方 呼伦贝尔 我爸爸是比我妈大五岁 以前是我妈妈的老师 听说我妈当时为了跟我爸好 好像还离家出走来着 所以我小时候对我妈的印象就觉得她很酷 跟我平时接触到的那些跟我妈童年龄的阿姨不太一样 她有自己很独立的思想 然后又很漂亮 所以我小时候对我妈最多的一种感觉 就是崇拜 还有一点嫉妒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对她比对我好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件事 一个是我妈妈长得特别好看 我小的时候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 你没有你妈妈漂亮 那个时候我们都看那个风神演绎嘛 我妈妈长得特别像里面那个苏达基 她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美女 那个年代她又烫着那种卷发 穿衣服也比较前卫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那个传统就是大家都会表演一个节目嘛 一般的 比如说我的大娘大爷他们都会唱个歌 读首诗 但我妈就会拉小提琴 我印象很深 她喜欢拉那个梁柱 那时候我很小 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觉得我妈是那种话里面走出来的人 又漂亮然后又有思想 又有文艺细胞 就很喜欢她 还有我对她印象比较深的 她有一点点洁癖 就是我们要去我奶奶家吃饭 奶奶家是山东农村的人 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可能老人没有那么多讲究 比如蒸馒头 就会直接用手抓了放在盘子里 然后我妈就会把那个馒头 在手心里偷偷的一点点 把外面那层皮剥掉 但又不好意思让人看见 有的时候她就会在桌子底下 悄悄塞给我 然后让我再兜掉 她是个表面上很和善 与人为善的人 没有那么犀利 但是内心又跟普通的人不太一样 然后我印象里 她也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没有打过我 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是 有一点像朋友和姐妹 上大学之后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 我妈妈会经常跟我通信 会写一些她自己的工作的烦恼 写一些她对我的想念 然后我会给她讲 我那个时候谈恋爱了 我有一些什么想法 完全没有那种被批判 或者被控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成长经历 应该也是我 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 就跟我妈的沟通很顺畅 一直到2005年 我大四 那个时候我在复习准备考研 那一年 我很多心思都是放在考研和 当时的恋爱当中 跟家里的联系其实不多 然后我自己 现在回想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那么不敏感 因为从05年的 大概中秋节之后 我就没有再收到过我爸爸的电话了 我妈妈就跟我说 我爸爸单位有一个项目 要去国外 然后他可能会住外一段时间 打电话不方便 但是会给我发短信 那我之前本来跟我爸爸交往就不是很多 沟通很少 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 然后那一年 考研当然就是惨败了 差了一百多分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就回家了 在回家的火车上 我收到我妈一条短信 他说 我今天有事情 我不能去车站接你了 我会让你姑姑 还有大爷他们去接你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 妈妈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以你幸福和快乐作为前提的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 说这样的话感觉挺肉麻的 我不知道回复什么 而且 他一般情况跟我都是开玩笑的语气说话 我很少见他这么正经 所以我当时心里就预感不是很好 然后火车到站之后呢 我就看到 我们家的几个亲戚 奶奶家这边的亲戚来接我 在路上 我就不敢问 我不知道怎么了 然后就很快到了 姑姑家 然后姑姑让我喝了一口水 跟我说 圆圆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爸爸没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那种心情 整个人就傻掉了 然后我才知道 那一年中秋节的前一个晚上 我爸爸去参加他同学女儿的婚礼 然后在路上有一小段公路修路 但是他们有一段路障没有搭那个警示灯 我爸爸那个车就冲到那个路障上面 然后就翻了 他在出发前又加满了油 所以就爆炸了 车上一共四个人都是他的同学 四个人都去世了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所以我妈妈就没告诉我 当时我在西安上大学 西安没有直飞我们老家的航班 我妈妈后来跟我说 当时因为出事以后 我爸爸那个尸体的状况就马上需要火化 所以他当时脑子也是懵的 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 所以就自己把整个我爸爸的后事都处理完了 我印象很深 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马上要回家 要看他 我就记得 我还没有走到家门口 我妈妈可能听到了楼道里的声音 她就把门打开了 然后我最近看到的是我妈 那只手扶着门把手 还没有看到她的人 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就她变得好瘦 我那个时候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见过她 之前我妈妈还是一个身材比较丰满的人 那天我看见那只手就感觉只剩骨头 我就不敢往前走了 但是 还是没办法必须要面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我会嚎头大哭 会受不了会崩溃 但是 回家之后我就 抱了抱我妈妈 然后我跟她说我回来了 没事 我就把亲戚们都送走了 然后我记得那个晚上 我们俩就都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我可能当时就是蒙住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她可能也是百感交集吧 一方面是太痛苦 另一方面又 我猜她又担心没告诉我 这么长的时间我会不会怪她 然后我又不想表现出来任何一点对她的责怪 因为我很心疼她 所以 那几天我们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好好地谈过 就只是我按时帮她做饭 她会强颜欢笑 因为那个时候快过年了嘛 会准备一些过年的家里的吃的用的东西 因为我爸爸当时出事的时候是司机 车上还有其他的人 所以后来那些家属来追究连带责任 除了公路房还把我们家也告上法庭 然后我妈妈就在后面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 除了除了我爸爸留下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要不停地去上法庭去应诉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反正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那我就回老家找份工作 然后陪着我妈妈 把这段最难的时间过去 但是 我知道这个消息是过年 还没有出了正月失误 我妈就把我赶走了 她就说你回学校去复习 该考研考研 该找工作找工作 说你如果因为这个耽误了自己的一辈子 就真的太不值得了 所以 那一年 我就来到北京 复习考研 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因为我觉得考研这件事既是我爸爸临走前对我的一个要求 也是我妈妈忍受了这么长时间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 她不想影响我的前程 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在跟我家里的亲戚同学慢慢打听才知道的很多细节 因为在家的时候不敢问她 然后我才知道 我爸爸出事那几天 我妈就拿着我毕业的时候那个通讯录 一个一个找我要好的同学 让他们别联系我 别告诉我 怕我受不了 因为我爸爸的手机在车祸里面毁了 他用我爸爸的名字重新办了一个他的手机卡 用那个号码一直在给我发短信 然后我就开始看手机里 当时他发的那些信息 就真的是看一条 就觉得心里痛一下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 05年的平安夜那一天 我就收到我爸爸的手机号码发来的消息 他说 远远我终于知道 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了 因为当时我妈妈骗我 说我爸爸在国外嘛 然后后来我再回想我才知道我妈妈当时发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之后整整一年 我都在北京 复习考研 然后那段时间变得很自闭 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男朋友也分手了 到后来 我自己身上的钱不够了 我就从那之后就觉得不应该再问家里要钱了 就即使我在考研我没有收入 那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做家教 这样坚持了一年 等到那一年考研的时候 我差了五分 我觉得命运还挺捉弄我的 我跟我妈无数次提问我回家找工作这件事 但是她始终都觉得我很优秀 我不应该放弃 她觉得我只要再坚持一定能成功 所以我又考了第三次 那一整年 我在学校里 我跟本科生一起听课 一开始 上课的老师还挺不开心的 因为如果有外校来旁听的太多会影响教学 如果他不让我听 我就站在走廊里听 我记得那个老师他嗓门特别大 即使他关上门我也能听见 然后我就站在走廊记笔记 因为我知道那个老师是考研的题目的命题人 他讲的内容也都跟考研息息相关 所以我一直在坚持 然后有一天那个老师就 可能被我感动了 或者觉得很好奇 他就课间的时候问了一下我的情况 之后 他说 他说我没有权利把你请进教室 但是我觉得 我能做的就是上课的时候 我不关门 让你听得清楚一点 我特别感谢那个老师 后来那一年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专业第一名 公费 那一天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我印象里 我抱着我妈痛哭的唯一的一次 我妈妈也特别开心 一边笑一边哭 那段时间我最明显的感觉是 我妈妈以前都是被我爸宠爱的一个小女人 当我爸爸走了之后 包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 瞬间就不如从前了 差了很多 我会觉得 我跟我妈妈的角色对调了 我觉得她是女儿 我是妈妈 我必须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去照顾她 我才能保证她还是以前的那个她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 从我知道我爸爸去世之后 我就没有再和他说过 任何我生活里面很实际的一些需要和烦恼 包括他也是一样 在那之前我们可能不太会回避自己过得不好 不开心 生病这些事情 但是在那之后可能就是为了不让彼此担心 就变得开始所谓的报喜不报忧 我没有跟他说过我生病了 我考研压力大 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还偷偷地抽烟 我都没有跟他说过这些 始终每次打电话就说都挺好的 今天一直在学习 没有说过什么心理上的东西了 读研的时候遇到了我前夫 他是我实习单位的带我的老师 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但是他当时也刚刚工作 家里的条件也没有多好 当时我们就偷偷地住在一起 租房子 但当时我没有收入 所以租的房子条件也不太好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她就来北京来看我 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记得当时我当时的男朋友 还买了一个那种看护病人的那种床 搭在走廊 她睡在那儿 然后让我和我妈睡 唯一的一张床 我妈妈就一进那个房间 就要开始掉眼泪 她就说 哎呀你们家这个灯 还是用灯绳呢 说在咱们老家 我都多少年没见过灯绳 我的印象还挺深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 研三准备要找工作了 然后我妈妈 到北京看过我们之后 她挺喜欢我男朋友的 回到老家之后 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什么别的都没问 她就直接问我 说你觉得你是真的爱她吗 什么困难都不怕 我说是 然后我妈说 那你们就买房结婚吧 我说现在没有那个条件 我觉得租房也挺好的 我妈说这些年 我攒了一些钱 包括你爸爸出事的时候 公路方赔偿有一些钱 我都给你存着 你要是真爱她 也别在意 是谁买的房 你们这个首付 我来帮你们出 然后你们自己慢慢还 我当时自己 心里其实是有顾虑的 因为不是我的钱 都是我妈妈养老钱 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 感情是第一位的 钱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过得幸福就行 当时我男朋友感动得不行 她就还一边哭 一边跟我妈写了个借条 说这笔钱将来一定会还 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幸福 我妈妈也很幸福 她又觉得 女儿生活过得安稳 有一个爱她的人 她也就很放心 而且那段时间 我妈妈也恋爱了 那个时候距离 我爸爸去世也过了好几年 然后有一个叔叔 他们俩感情挺好的 所以也在慢慢地接触 那几年是我心里还觉得 慢慢地抚平了一点伤痕的 那段时间 后来 我怀孕了之后 我妈妈特别开心 她就一直说 你坐月子的时候 我去北京照顾你 然后我妈妈就订了 那个时间的机票 打算和那个叔叔 一起来看我 结果我的宝宝提前 十多天就发动了 然后又生得很快 夜里两点有反应 第二天下午两点就出生了 然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说怎么样啊 我说生完了 我妈说你别开玩笑了 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 一切都顺利 我妈妈一下子特别高兴 她说你等着 我现在就改机票 今天晚上我就去 看你 然后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 好像以前的痛苦 都慢慢地过去了 以后的生活会 很幸福 那天我就一直 在医院 迷迷糊糊地躺着 然后忙各种事情 后来到晚上 差不多我们航班 该到的时候 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 圆圆啊 对不起啊 我今天太着急了 下楼不小心 把脚扭了一下 我可能今天不能去了 我当时心思根本就不在她呢 我就觉得无所谓 反正有月嫂 婆婆也在身边 我说没事 我说你好了 过一段时间再来 现在家里也挺乱的 来了你也休息不好 她还是隔一两天 会给我打电话 问问怎么样了 宝宝怎么样 我怎么样 这一次我还是完全没有听出来 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 等到我再一次见到我妈的时候 已经是半年多以后了 她来北京 然后我接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整个身体姿势都怪怪的 走路有点迟缓 有点僵硬 后来回到家 她换上我给她准备的睡衣 编画面说 说我来看你那天晚上 在路上也出车祸了 但是你那个时候刚生了孩子 我怕你一着急 就没奶了怎么办 到时候宝宝吃什么 所以就没说 我当时看我妈那个样子 我就受不了了 她的腰上还有肩上都直了钢板 那个时候还没有取出来 特别长的一道伤疤 大概有十几厘米 所以在 她本来打算去北京的那个晚上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是忍着剧痛 她身上多处骨折 然后 而且是那种惊魂未定 因为 我爸爸就是这样出事的 但是我竟然还是完全没有听出来 她声音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是她内心太强大了 还是我自己太不敏感了 总之这两次我都特别怪自己 我觉得都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完全就像个傻子一样 没有 没有任何方式去照顾她 去行使我当女儿的责任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具体 每一天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18岁离开家之后 我没有为我的家 为我的父母做出过任何的贡献 反倒是 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在 我自己要买房 把她的钱都花光了 她付出了那么多 就是想让我过得好 但其实 我还没有达到她想要的那种意义上的好 我宝宝两岁的时候 我跟我前夫因为感情问题吧 我们决定分开了 当时宝宝一直是奶奶照顾的 奶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奶奶人很好 我当时没有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一方面是我不想 伤害我前夫家人的感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孩子 如果我要孩子的抚养权 我就一定需要家人帮助 来照顾这个孩子 但那个时候我妈妈刚刚和 她那个谈恋爱的叔叔结婚 我觉得我妈妈苦了那么多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 她刚刚有一点点幸福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突然告诉她 我离婚了 你来帮我带孩子吧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自私的事情 所以当时因为没有办法 带着孩子离开 所以房子我也没要 我就一个人离开了 当然我前夫不是一个坏人 她后来还是东偏西凑地 把我妈妈当年借我的钱还给我了 那段时间 我还是一个人做的这个重大的决定 因为我想让我妈在那种 快乐的感觉里 多保持几年 所以我离婚 离婚之后大概八个月 她才知道 这八个月当中 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 她经常要和小朋友视频 每次她想孩子的时候 她打视频过来 我都会聚集 我会说妈我现在在忙 我在外面 我说我等一下打给你 然后我又赶紧打车 回到奶奶家 然后让奶奶或者让我前夫配合我 跟我妈说几句话 让我妈看看孩子 所以他们就一直配合我 瞒着我妈 瞒了八个月 直到八个月之后 我妈想来北京看看孩子 她来的那一天 我还想瞒着她 我就求我前夫 带着孩子 我们一起去接我妈妈 还有我继父 一起吃饭 然后又把他们送回酒店 我和我前夫 还有宝宝一起开车 往回走 当我下了车之后 我就觉得 今天过去了 明天怎么办 我妈妈要在北京待一段时间 我怎么办 那天觉得 没有办法再瞒下去了 我就又叫了个车 又回到 她和我继父住的酒店 我记得一开始 我不敢上去 他们住在二楼 我就在一楼的那个小超市 买了一瓶啤酒 自己坐在马路边 咕咚咕咚 把一瓶啤酒都喝了 把自己喝得晕乎乎的 又鼓足勇气 跑到二楼 敲敲门 我觉得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当时敲门的时候 需要鼓起勇气的那个时刻 我不知道我怎么跟她说 我妈打开门 看见我就愣了 就大概十几秒钟都没说话 就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我就坐在她的床上 跟她说我离婚了 说了大概的情况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 也没住在酒店 她就跟我打车 回到我租的房子 也没有责怪我 听我一直在说 一直在哭 大概问了 有没有可能 修复 后来我跟她说 不可能 都是我们两个 慎重决定的结果 我妈也没有再 勉强我了 但是她有一点 遗憾 她觉得我们没有 把孩子要过来 我也没有跟她说 因为我不想 影响你的生活 我怕她会觉得 自责或者难过 我就只是说 我一个人带孩子 不方便 但我还是 跟以前一样 我会履行 我做妈妈的责任 我会经常去看孩子 我妈当时 也就接受这个结果了 她也没有 像我想象的那样 发脾气 或者绝望崩溃 都没有 最后说的 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我前夫也是一个 比较有信用的人 当时 她把我妈妈 借给我们的钱 基本上都还给我了 都还给我之后 我用这笔钱 又自己 买了一个小房子 比我们之前 那个小一点 然后剩下的 部分的贷款 都是我一个人在支撑 所以刚离婚的时候 我会觉得生活很难 可能因为我内心 那种 遗传我妈妈的 那种要强的劲儿 越来越凸显出来 才能让我独立地 在这个大城市生活 我反而是越来越不愿意去触碰那些 内心那些不容易 那些痛苦 尤其是跟我妈妈 我没有说过我的难处 就会有一些逃避 内心上的逃避 虽然我很渴望跟她交流 很渴望都陪着她 但是我会害怕 她知道我过的 哪怕有那么一点不好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比如涨工资了告诉她 所有的节假日 给她买礼物 买最贵的化妆品 但是她又会怕 我经济上有困难 她会来北京的时候 偷偷地 给我的衣柜里枕头 底下塞一些钱什么的 好像我们的交流 和对对方的关心 也就体现在这了 或者就很城市化地 问一问今天吃什么了 几点钟睡觉 少看手机 保护自己身体这样 我们好像没有 在那些人生当中 应该在一起的 重大时刻 分享过生命 李幻英那个电影 不是已经破51票房了吗 然后里面有一句台词 也是感动了很多人 就是贾玲的妈妈说 我的女儿将来 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在我们中国 大部分父母的想法 觉得 只要你幸福快乐过得好 爸爸妈妈吃再多的苦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当时 我就会想 如果在我妈妈 最苦 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哪怕做了一点事情 我可能现在回想起来这些 不会觉得那么遗憾 我只是 被蒙在鼓里的那种 幸福快乐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 18岁之后 我跟我妈的交往 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 力量了 都是互相怕对方难过 伤心 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对方的感受 但是我们没有 我想象中的那种 我想象当中的那种母女的力量的连接了 我记得前几年 我有一个北京大妞的朋友 她也是婚姻出了状况 她老公劈腿 我说那你父母 是个什么反应 她说 我妈还有我舅舅快把她弄死了 我当时虽然听着就是 我当时不指望 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个性 但是我很羡慕 有什么事情 可以和妈妈说 然后感觉 还有妈妈 为你撑腰 我可能 从18岁之后 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倒是很希望 她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但是她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那种 母女的血缘上的那种纽带 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变得有了很多的阻碍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心里很爱她 我觉得欠她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在参访结束之后 圆圆找出了一封 上大学的时候 妈妈写给她的信 那是她上大学的第一年 因为读的是军校 外出不太方便 所以就写信 拜托爸妈帮忙 在老家的书店 找一本词典 然后她就收到了 这样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里 妈妈的语气 还有着少女般的俏皮 这样完全不设防的 母女交流 也是圆圆在后来 十几年里 都非常怀念的 亲爱的圆圆 想马上看你现在 想马上看你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好在你快放假了 我们很快又相聚了 你来电话要的东西 我和你爸在街上跑了很长时间 耳朵都动了 因为把牛津 英汉双翼 听成了牛津 英汉双翼 跑了很多冤枉道 闹出不少笑话 好在我脑子反应快 很快就化解了尴尬局面 哎 没知识真的很丢人 怎么竟能把牛津 当成牛津呢 你保证笑话我了 这也怪你口齿不清楚 忘了跟你汇报了 我和你爸身体都很好 我过生日 你爸送我的礼物 打死你都想不到 他送我的是咱家的吊灯 他说 让我天天看到光明 那就是对你的前途感到光明 吊灯买得挺好看的 看到他 就好像看到了你未来 一片大好前程 很温馨吧 你不嫉妒吧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二范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刘斗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你和家人之间 有没有这种 互相报喜不报忧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大家聊聊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for more time in the vide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